最新的消息是 以色列空襲了貝魯特 然后击毙了真主党的指挥官 还有10名的高阶人物 而这个指挥官 其实犯下了1983年一个攻击事件 当时候好像造成了 美军蛮多人伤亡的 他也被号称是两亿指挥官 因为当时候美国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逮捕令 追击令 两亿元的这个奖金 那这一次呢 以色列的空襲 那其实在这个空襲之前 我们先从这个空襲事件 我们要一起来看 现在的中东是否已经开启了 一个新的战局呢 以色列是否在对黎巴嫩 在对真主党在反攻呢 因为先前这真主党动不动呢 几颗火箭弹就射上了以色列 那以色列现在是决定要大反攻吗 来导播给我下一张电视墙 尤其是这一次的呼叫器爆炸事件 还有呢 这个也是对讲机爆炸事件 让整个黎巴嫩据说现在人心惶惶 而且甚至呢很多民间在传说 还会有下一波攻击 据说很多人现在不要说呼叫器跟这种对讲机了 连手机都不太敢用 手机其实比较不用担忧 因为手机是一个紧密型的封装 要塞到那个所谓的PT什么N的那个炸药 比较不容易塞得进去 因为它薄而且里面的零件 为了要缩小体积已经挤得很满 它不像对讲机里面空间很多 更不像这个呼叫器稍微移一下 就产生空间来装这个炸药 因为炸药还是要空间啊 它不是说粉倒一倒而已 它不是啊 它是有一个胶状的东西放在里面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忧 手机的变成炸药的几率不高 因为放不进炸药里面去 再来手机啊 因为它密封的关机 一打开再装上去就很容易被发现 跟那个BB Code对讲机 那个比较没那么密合 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不过大家要注意到 以色列如果用飞机去轰炸 这个贝鲁特的真主党的指挥部 它不是无差别的攻击 什么叫无差别的攻击 就是我不分军人不分平民 不分指挥官不分这个老弱妇虏 这种攻击叫做无差别的攻击 无差别的攻击 除非你被无差别的攻击 否则你不可以做无差别的攻击 这是国际法规定的战争罪的一环 第二个国际法规定 不准用民用器材做无差别攻击 导致平民死伤 为什么国际法这个规定 跟911有关 911是用民用航空器 截止民用航空器 去轰炸纽约的两栋大楼 里面没有军人 里面没有什么政治人物 里面都是上班族 都是上班族 所以攻击平民当时伤 911被定位为恐怖攻击 同样的这一次使用对讲机 跟呼叫器 它是民用器材 民用器材被装上炸药 然后卖到贝鲁特去 如果只有真主党持有 那这个还是属于战争行为 可是它有一半是民间买走的 那就变成无差别的攻击 因为老百姓不晓得谁买到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平民死伤 原因也在这里有儿童平民 有的小朋友是这样 爸爸的呼叫器响了 他要帮拿去给爸爸 结果突然间就爆炸了 对造成两名儿童死伤 没有错 那这个无差别攻击 所以以色列 这种呼吸器跟对讲机 这个事件不能够定位为战争行为 要定位为恐怖攻击行为 对啊 那以色列这样做 美国不知情吗 美国当然知道啊 搞不好这一套是美国交的 因为今天早上有人传一个 美国的警察在教特种部队 在教大家如何用呼吸器 跟对讲机插在胸口 里面放炸药 然后一炸的话 整个头都被炸掉了 那如果是呼吸器 部署会被挖出一个窟窿出来 就说他美国的特战部队 都已经有经过这样的演练了 只是说要有这么多量的 而且还要让珍珠党来下单 而且还知道里面 大部分的买的是珍珠党 这表示以色列已经渗透进去 珍珠党里面了 才能够掌控这个讯息 那同时要做出这么生产链 不太容易 5000只要做到这个生产链 都要装上这个炸药 这也要点本事了 所以他如果没有国家级的行为 一般民间要做出这个状况 很难很难 我觉得蔡博士讲到了一个重点 有没有以色列的国家支持呢 请教张远廷张将军 据说以色列有一个神秘的 8200部队 就在这一次的 这个BB Code的炸弹事件当中 扮演关键的角色 第一BB Code 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再用了 他是不是非常的了解 你知道吗 曾祖党的人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们所谓的 以前台湾我们叫做call机呢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用手机 第一你容易被定位 所以他们就改用这种call机呼叫器 结果反而成为他们的弱点吗 好那接下来呢 美国媒体也爆料ABC News 他说以色列策划的供应链拦截 至少15年的时间 所以以色列是早就已经布了这个局吗 因为曾祖党现在也有消息 他们拿到的东西 大家当然会检查 有没有被渗透 有没有被装什么东西 据说爆炸前几个小时 他们还在分这个呼叫器BB Code 检查了两年都没有发现炸弹 我刚提到的8200部队 难道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他这个炸药可能不是一般的炸药 PTN的话他这个让一般的是 类似塑胶炸弹 让他一般的金属的感侦测器 是查不出来的 变成神不知鬼不觉 所以他经过非常多的时间 来做研发研改 而且他的体积要小 重量要轻 也不然的话你这个BB Code 怎么变那么重 平常的时候 BB Code就是轻轻的 怎么这个BB Code变那么重 他就会起疑心 还有一个他的那个空间 如果过大的话塞不进去 他整个BB Code 它是一个模型化的 固定的一个空间 你还能够塞进去 大概30多公克 大概一两重 而且我们知道炸药来看 是比较轻的 不是炸药跟铁一样 炸药你要知道它的粉末 那个是粉末不管是 就是硝酸杆硝酸圆 这个东西是比较密度上 比铁要轻 你知道他这个以色列也研究了 真主党的生活习性特性 还有他的这些传输设备的 使用的这种偏好 它的喜好在什么地方 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做了非常多的 生活习性的调查跟依赖 他比较依赖的是BBCo 从BBCo来下手 那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从行动电话 或其他来下手 从呼叫器来下手 可能是最能够发挥 最大的杀伤力 是这个样 然后你看看这个呼叫器 弄完之后 这个会不会造成医疗 医视这种医院的饱和 3000多人受伤 3000多人受伤 医院不是满 所以你看看 紧接着以色列就发动攻击 因为医院都满 医院都满载了 然后医院满载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以色列在对 黎巴嫩的政府党 发动空中轰炸 这是个先制攻击 我们可以看整个来龙去脉 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 还有一个考量 这个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这个为什么要早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在南部的在加萨走廊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 这个时候已经是抵抗力 非常薄弱了 从2023年10月7号 到现在为止将近一年 已经10个多月了 哈马斯的组织 已经几乎没有招架抵抗之力了 那现在以色列把重点 转向北部的黎巴嫩 对不对 从黎巴嫩来着着着着 实际也精算过 你看他整个的流程 要去做供应链的 这方面的部署 从他的环境的调查 偏好的调查 喜好的调查 再做置入 然后让他达成一个睡眠状态 你才能够神不知鬼鬼不结 要不然怎么告诉我 BB控没什么事情 里面会有些声音 会有些这些讯号出来 会不会察觉到 这个时候睡眠状态 没有讯号出去 让你没有办法察觉 另外额外置入的爆炸器 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不能有一个 不能有一个时长 你看他的可靠度高不高 你有个时长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状态怎么会爆炸 大家研究看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装装多久 对 大家马上这个品牌 通通禁用 这个过来检查 这个呼叫器这一个批号 是有问题的会爆炸 你看他这个稳定度多好 掉到地上不会爆 这个在睡眠状态的时候 信号不会出来 然后要使用的时候 在同一时间把它唤醒 唤醒之后启动密码 一出一出同时爆炸 你看所以同时的话 整个的医疗造成医疗饱和 所以你怕麻烦医疗饱和 因为这些人都要上医院 而且这些都是外伤 因为爆炸是有外伤 你一定炸到了嘛 你放在胸部放在腰部 或放在裤管里面 炸到的都是身体嘛 那都是外科手 外科你要进入外科 外科饱和 外科饱和直接的 你看以色列利用晚上去轰炸 黎巴勒南部 火箭基地还包含暗插他的指挥官 就利用晚上 为什么 这个时候已经是医疗饱和了 BBCO跟对讲机已经爆炸 都在做医疗 这个时候再去轰炸 那么医疗满了 一天医疗饱和 已经饱和承载了 这时候再做攻击 以色列你看他每一个节奏 每一个动次他都有经过精算 什么时候做什么 这个时候会造成敌方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找到心理战 那现在不管是呼叫器 BBCO也好 或者对讲机也好 那其他的可能不可能有这置物情况 大家都会有一些 在心理上的压力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